夜间开车我们的失线受阻 那么新手如何开车才安全呢 车哥认为在高速路上开车还好一点 因为你有自己的道 但是在我们农村 遇到这种双向混合的道路 非常的难开 而且车速别说比高速快 有的人那个不要命的开 基本上都能开到100 那么在晚上开这种道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开呢 今天车哥现场给大家演示一段 可能画面不是很清晰 但呀多担待 因为车哥一直是用这个技巧开车的 我希望对新手能有一点点帮助 我们开车在这种路上 一般如果没有车 我们都是选择用远光灯 一直照着路走 同样的路 白天和晚上 你会感觉视线明显不一样 尤其是在咱们农村 一些农用车 它的体积特别大 你稍有不睡 可能就会撞它 在一些宽一点的路面 很多老司机他开的车速又非常快 车哥在开这种双向混合道路的时候 一般都会找一个安全点 我们这场开车都要尽量选择 靠右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开的这一条路 我都是选择让我们的车位 比如以瓜记的这个点 尽量扫着这一个旁边 这个白色标线走 这样的话 我让我的车一直保持和这个标线在一个位置 哪怕对方的眼光灯打过来照在我的眼睛上 我也可以不看前面的路 我稍微把速度慢一点 然后我扫着右面的这个安全标线行走 眼光灯我们还是要有意的提醒一下 比如前方有眼光灯 照着我们的眼睛睁不开 我们开我们的灯 然后打一下闪 我们闪一下灯 就是眼睛交替一下 让他知道他没有关眼光灯 正常一般的反应 别人都会把灯关一下 只有一些数字比较差的司机 或者是没有安全意识的司机 他才会一直开着眼光灯 所以大家开车只要顶住咱们的右边 让我们的车身尽量靠右边 平时不说 大家可能没发现 觉得这个开车是盲目的 但是车哥今天说了后 你是不是感觉开车又有一个新知识 大家开这种路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我车哥如果这个安全技巧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